时尚教主 客制化美学大人 Yoshiko 以精致的工法 独特的配色 加上机能美的实用性 带领设计团队 为每个屋主量身定做 属于自己的家 位于台北市的精华地段 拥有高楼景观 室内50平的空间 要做出大气 且精致的四方规划 格局尺度的拿捏 要相当精准才能达成 而且今天的屋主 可是在四年前 就决定把新家 交给Yoshiko来设计 说到今天要来看的这个房子 我觉得有一种既熟悉 可是有点陌生的感觉 因为Yoshiko有提醒我 其实倩宇大概四年前 在我签书会的时候 有看过这个屋主 对 其实原许是我四年前 出个人专属的时候 有举办签书会 那其实屋主夫妻两个也有到场 那么其实那时候就进行了 课辩的阶段 OK 那听说他们在 美国也有房子 那其实将来还是希望 可以回来台湾定居 对 基本上 台湾还是我们的根 那他们希望说 他们的人生的下半场 可以选择在台湾一个地方 可以long stay 美国的房子通常它一定是 屏数比较大啊 空间感也很好啊 对 倩宇你知道 这就是我要挑战的地方 因为女主人很上网 其实美国的生活环境 跟机能动线等等的 她今天要我希望我把它放在 台湾的这个房子 那在这个室内 大概50平的空间里面 要融入什么空间你知道吗 四房 两厅 两位 还有两个大阳台 还有一个任务人房 爸爸跟我讲说 Coco 我辛苦了大半辈子 我希望在台湾的房子 应该可以陪我走下半辈子 我已经努力那么久了嘛 那她觉得说在家要高调 在外面可以低调的过她的 下半辈的生活 OK 我知道她一定是个很低调的人 没错 我们要先讲 因为你知道在市中心 可以有这样子的新房子 建商在取得土地的时候 本来就不容易了 因为要整合嘛 所以也难怪今天这个房子的基地 它其实真的长得 真的不是方正的 甚至是一个比较难处理的 基地形状 没错 基本上市中心要整合不易 你刚才有看到 其实旁边都是旧的大楼 或公寓等等的 所以它的地形地貌 尤其在主卧室的厕所跟书房的部分 是呈现一个倒深小型 我们讲一个T字形的状况 所以要整合这个确实是很不容易 其实我每次看你帮屋主规划房子的时候 除了客制化的一些东西之外 其实我觉得你有客制化 每个屋主的生活 大大小小的细节 其实对你而言都要把它整合起来的 那个我所谓就是常常在讲的 感觉统合的问题 那我们要给统合屋主哪些方面的 第一个就是习惯的统合 生活经的统合 对颜色喜爱的统合 再来就是心理层面的统合 还有家具 窗帘 寝具 DECO寝具的统合 甚至更是风水的统合 连风水都不许考量进来 对不对 其实跟游戏口配合过的屋主 都会对我这个所谓的感觉统合 满意度破表 那也就是我们要 我们团队要提供给屋主追求的目标 大部分的观众朋友 还有游戏口服务过的屋主 都会很喜欢你在玄关 帮他们做的设计 因为你的玄关都有好兆头 不管是来的人啊 客人或者是屋主 都喜欢你的好兆头 然后很多吉祥意味的设计 放在玄关 对 因为委托我的屋主 其实他们对玄关的第一个image 都希望我创造一个哇哇哇的心情 期待值 那么以今天这个案例来讲 通常我们玄关会整合几个东西 一个总贴表箱嘛 对 那再来就是一些玄关的机能 再来就是玄关不够大的问题 那今天在这个案例当中 还有另外一个挑战性是 它天花板上有个大梁 嗯哼 那对于妈妈想要装水晶灯的感觉 整个瞬间就瓦解了 就没办法 她说游戏可怎么办 对 那我索性在天花板上面挖了一个 阿拉伯素质的疤 嗯哼 疤 那梁刚好在我疤的正中心位置 对 那我用的琥珀漆把它包了起来 嗯 让我的疤的部分更饱满 嗯哼 天花板的相对位置下面这个大理石的 嗯哼 那里头有六瓣花的设计 我们无形之中就创造168的吉祥依偎出来 168 是的 所以风水层面 心理层面都坎拜了 那再因为它Space进来玄关的地方 比较不是那么的长 嗯 所以我左手边这边多了一个屏风 嗯 出来只有60公分的地方 对 所以多了一个屏风蕾色的感觉 嗯 让整个玄关的部分 变得正方形了 OK 那让进来的感觉不要这么唐突 可以看到厨房 不会直接坐下来就看到厨房 对不对 也界定了厨房 跟玄关跟餐厅的空间 当然在游戏口设计空间当中 还有一个大家很喜欢的就是 呃每个人家都会有佛堂佛看的位置嘛 通常你设计的佛堂跟佛看 大家都会喜欢的原因在于 它跟空间的这个设计的美感 完全跳脱我们对一般佛看的印象 因为他要的佛堂位置 其实尺寸都有给我 对 看我们怎么去营照 跟他做现场的结合嘛 嗯 基本上机能美 嗯 我先keep得住 因为基本上我们呃 共襄拜拜的时候 像他的天花板的地方 嗯 我们有做个硕铝板 对 比如说烟熏啊 比较好maintain 插就好 对那他的背景呢 有烤漆玻璃 对 也不怕将来怎么使用都不会长 也好用好保养 嗯 那他的下头的位置呢 有一些放一些收纳啦 还有抽盘 我觉得抽盘设计的真的很美 嗯 他可以共 呃果啦 共化收也很好使用 嗯 那下头的地方其实你看美美的 外面都用很多那个水晶的手把做装饰 对 我有发现今天的屋主 应该非常喜欢你给他的现板 对 这个也是他的诉求之一 对 因为他喜欢那种美式 比较华丽繁复的感觉 对 那么我尽量符合他的期待 嗯 那么其实在柜子啊 柱角当中 像拖住的转角 嗯 他完全不放过 嗯 他就是跟我讲 感觉柜子的转身之后的整度 嗯 他都非常care 他看那个的 呃姿势 優不優雅 嗯 所以我们在讲感觉同和 嗯 就感觉屋主的期待 我们把它拖搬进来 嗯 屋主很喜欢 呃 美式氛围的厨房 所以在这个个案当中呢 我们也特别 呃定制了美式的厨具 那除了这个门片 美美的呃呈现现板堆叠以外 它里面的功能是非常强大的 例如呢 冰箱 洗碗机 烘碗机 烘碗机等等的 all-in-one的都融在柜子里面 这次呢 我们也特别选择一些进口的壁砖 尤其在抽零机下面呢 有酒片 呃 维尼寺街景的砖 也是屋主最爱的 那么这次地平的部分 我们也是用木纹砖 跟厨具做完美的结合 那再来就是 接到它过来以后 有一些中导吧台 其实那个中导吧台的位置高度 都是量身定做 屋主在美国的一些使用的高度 也希望挪来台湾这个高度 一起定做当中 那再来就是 它吧台下面 呃 有看到一个 这次也是跟厨具完美的结合 有小托柱 这也是木工跟厨具的第一次搭配 也是客制化的 那上面 我们也是用手工描清漆 把厨房跟开放空间的氛围 可以link在一块 达到精能美三项的完美平衡 刚才那个有听说屋主一定需要 在空间里面有一个转环空间 然后准备进入主卧室或进入书房 没错 我现在看到这个空间 我觉得这样的规划还蛮棒的耶 是 那时候我们特别把这个开口放大 嗯 那就是将来就是塑造一些 其实你看一路的那个 一材质的做无障碍的搭接 嗯 然后我们开口放大 然后在内厅的地方 你有看很多转角当中都是阿角 应该就是说 预设将来的 小孙子小生女啊 嗯 在这边家里玩闹之间 不要去撞到头 OK 安全的部分 所以这样子R角的柜题 然后书房的门又放大 所以我整个看过来 可以穿透到外面的采光了 对啊 嗯 它的地勤地貌因为是斜角的 很清楚耶 嗯 那我其实要整合的部分 斜角的感觉 我这边做了一个卧榨 对 那这个卧榨 你不要看除了美美優雅以外 嗯 它下面有强大的收纳 嗯 你身后可以放 栗子的一些威士忌啊 日本清酒等等 OK OK 对 这算是一个小酒窖 兼卧榨兼收纳 没错 好这个空间里面啊 我觉得呃 光书房这个部分 我觉得色系 有一个中心思想跟主题性 就是通常我们不会用这样的蓝色 可是你用起来我就觉得 其实这样的蓝色还蛮好看的 因为屋主其实他们台湾美国两地跑 嗯 那他们要的美式的风格 是要很优雅 有点华丽性的 对 那么我在颜色上面 我就大腾使用灰蓝色 OK 好 那窗帘的部分 其实我也是灰色基底里面 亚麻基底里面 带一些蓝色的花 嗯 好所以像是这样的做它的蓝色系啦 窗帘一直到壁纸 所以这个书房空间的色系就是维持一个比较统一的部分了 没错 好因为每个房间你都会去打造说它要给别人的感觉 是 像在小女儿房的部分我觉得 你就把它想要的一个东西 还是都放到空间里面给它了 我常常在想说设计师除了感觉同合以外 我们也在感觉客人的期待值 期待值 期待值其实有丹妮主人小孩 啪啪啪一大堆对不对 对 那女儿他们其实也向往在美国的生活 可以把它放为台湾的房子 对 那个五瓶不到的房间里头 妈妈说 啊 游戏口 我一定要一个小壁纸给我女儿欸 我说 真的吗 我说这样子的壁纸可能就是 假使形状而已 style 就是有那个异象在这边 对 她说 没关系 你先画我看 然后我就画 设计了一个很可爱的小壁纸 image都出来了 主要在这个深度不到10公分左右的壁纸 上面很多线板的堆叠 把这个壁纸的image堆叠出来以后 上面还给她一个人造石台面 一个平台 然后不管圣诞节 庆典的时候 可以放一些恋情的一些礼物啊 然后一些小东西啊 相框等等都可以放在上面 还重点是因为她是女儿嘛 所以在颜色部分 我们就用一点粉色带纸的感觉 来帮她铺成 好 OK 我相信看到目前为止的 你刚刚说屋主满意度破表嘛 我也觉得她有把她美国生活想要的感觉 跟这种缩影都放到台湾的空间来了 没错 我们刚刚一开始有提过 今天的空间里面有四房两厅嘛 其实屋主对于客房的部分也非常的在意 也很讲究她的设计美感 是的 那么我们进入到客房的空间呢 她有几个不可抗拒的问题 就床头就有两个窗户 对 然后再来她的柱角是斜的 再来就是她的床头上面 不管不论有窗户 上面有个大梁 还有梁 那我要挑战这几个地方 那索性呢 我先从她的床头来琢磨 左右两两相对称的那个窗户当中 我做了一个安定面的墙 那安定面的墙上面给她一个 画龙点的一个壁灯 就破解掉了好不好 那再来就是她上面大梁怎么办 我也是用妈妈最爱的线板 去做层层的堆叠下来以后 去化掉了梁 那下头有安定的那个墙面嘛 那下面我整合了开关箱跟插座等等的 做个床头包板 然后选择一个屋主没有想到的墨绿色 那个绿还蛮好看 对 因为有点墨绿 还见墨绿吗 淡淡牙牙也符合她一个美式的情欢的感觉 那相对的在柱子斜角的地方呢 我整合了一些展示柜 再来收纳柜 书袄装台 把它墙面该有的缺点全部把它化解掉了 所以这个房子 其实客房窗头很难摆 房间又不方正 可是你的设计会都把这些缺点 化为优点 化为优点 是的 OK 来到主卧室呢我们要来看游戏可好怎么营造那个格局跟空间的配置 是像美式的生活方式的 是我们主卧室一进来呢 右手边是女主人的更衣室兼书画妆区 那么左手边这边呢整排的就是男主人的收纳 那 所以说你这样看我们床的正对过去的地方 你有看两个金色的罗马托柱的地方 Space 那这边中间是可以让它放这样也可以预设放电视的地方 好 那么在床头的部分 其实像这样比较对称的概念是美式空间里面一定会有的 对 所以说基本上左右两两相对称 我一样有做它的一些背景墙 然后有线板搭尖 对 你看这次线板的部分是一个弧度的感觉 那弧度上面也用手工描淡淡的金色 好看 不管是满足屋主的需求 也让这个空间感更有质感更有层次 那个因为我们台湾的房子普遍屋高都不高 可是住过国外的屋主 他们觉得房子能够尽量高越高越好 所以所幸这次用这种线板 它本身就有穹顶的感觉把它搭接上去 就是善用有点弧度的线板可以创造穹顶的效果 没错 这是主卧的卫衣空间 因为它的地形是呈现T字形的 那么我们为了整合这个T字形的感觉 所以特别在天花板上 虽然是卫衣设备的空间 它天花板上应该是很多的管线 所以我们能高尽量高 我们在天花板上设计一个椭圆形的造型 把它不规则的感觉 厚一点回来 那加上装了一个水晶灯 让它空间更有亮点 在今天的节目最后 我们照慣例要来看一下屋主协给你的感谢信 那这当中我觉得特别要提到一点 它说在施工期间整个团队全力以赴 它说各个环节的无缝接轨 然后特别称赞工班师傅的手艺精湛 敬业又专业 而且它也提到你不时的会视察工地 甚至你会把原本的材料自己再把它升级 是的 因为你把它当成自己的家在装滑 而且它说因为它都不在台湾嘛 都在美国 能够利用网路传送资料跟你保持密切的联系 它可以上网查看最新的进度 所以它对这个家的那个感觉跟粘稠度 是非常高的 是整个跟这个工程一起在进行的 没错 最后它也说要感谢幸福空间节目制作单位 提供这个平台给观众 让大家可以看到游戏口许多优秀的作品 我觉得你的屋主每次写的感谢信 都会讲到很多的重点 对 我觉得 常常我们刚才讲的感觉同盒感觉同盒 那么我常常要把 应该除了感觉同盒以外 还要感觉屋主的期待词 那除了期待屋主进来 哇哇哇的感觉以外 我也期待我自己做出来的作品 我常常说要先感动自己才可以感动屋主 好看 那其实我真的很感谢一路 真的是很支持我的屋主们 谢谢他们 我也要在这边祝福乙先生跟你太太 你的人生下半场 在这个房子正式精彩的开启